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加拿大新闻 2021联邦大选特别报道 我是主持人安妮卡 数百人沃泰华集会 呼吁释放被中共拘留的两名加拿大人 200万到300万加拿大人可能会邮寄投票 环球邮报披露 特鲁多政府一直在努力保持与中共的微妙联系 大选还剩15天 我们来看看各党领导人的最新动态 周日自由党领袖特鲁多在安省万锦市竞选时 重申将收紧枪支管制 2020年自由党政府禁止了1500种攻击型枪支的品牌和型号 同一天保守党领袖奥图尔在温哥华的竞选活动中 说保守党如果执政将保留枪支禁令 并提议对罪犯使用枪支进行一些新的刑罚 新民族党领袖藏面诚在沃泰华承诺将投入10亿加元 消除接受疫苗注射的障碍提高接种率 魁仁政团领导人布兰切特在魁北克省的瓦多尔 人民党领袖伯尼尔在卑诗省的 韩提克顿和基罗纳竞选 绿党领袖保罗则一直在多伦多和志愿者一起拉票 9月5日几百位民众在沃泰华集会 要求释放两名被中共监狱关押了1000天的加拿大人 一些民众身穿白色衬衫 上面写着为迈克而行 为自由走7000步 并打着把他们带回家的横幅 商人迈克·斯帕弗和前外交官迈克·科夫里奇 于2018年12月被拘留 当时加拿大根据美国的要求 逮捕了中国电信巨头 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美国指控其欺诈 希望能引渡他 中共拘留两位迈克 被普遍认为是中共报复性的人质外交行为 加拿大外交部长马克·加诺参加了几会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强烈谴责缺乏透明度的法律程序 任意扣留外国公民是不公正和不道德的 上个月 中共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斯帕弗11年监禁 同月 孟晚舟在卑诗省法院 有关美国引渡的听证会也已结束 正在等待判决结果 在一次竞选活动中 当特鲁多被问及他的政府没有为解救这两名迈克做得足够多时 特鲁多说 我们也在以不太明显的方式与美国政府合作伙伴和盟友一起做很多事情 实际上也直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周日 奥托尔说 为了被中共拘留的两名加拿大公民 保守党将站出来 保守党将对中共实施制裁 这将意在强调两个迈克作为外交棋子被关押的事实 据《环球邮报》报道 特鲁多政府一直在努力保持与中共的微妙联系 周六 《环球邮报》披露 特鲁多在2016年首次作为总理访问中国时 曾期望与中共重启关系 为加拿大公司打开中国市场提供机会 2016年 特鲁多出席筹款活动 其中一位客人 中国商人张斌 是中共政府的政治顾问 他在出席这次活动后 向老特鲁多基金会和老特鲁多层任教的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 捐赠了100万家元 2017年 特鲁多政府承诺 向中共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投资数亿家元 特鲁多政府曾允许中国公司 接管两家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敏感的高科技公司 一家是位于温哥华的卫星通信公司Norset 另一家是位于蒙特利尔的激光技术公司ITF Technologies 在香港的自治被中共国家安全法破坏后 特鲁多政府已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约 然而尽管情报界表示了对安全的担忧 特鲁多仍未将华为设备从加拿大5G网络排除 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利奈特翁说 当孟晚舟案后 中加关系迅速变坏时 自由党政府措手不及 没有制定任何战略 选举开始后 保守党很快在发布的帐纲中 表达了对中共的强硬立场 并提出具体措施 退出中共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禁止华为为进入加拿大的5G基础设施 并进一步调查该公司在提供监视方面的作用 这些能力被中共用来迫害少数群体 建议大学不要与中共控制的公司和组织合作 禁止联邦拨款委员会参与这些合作 打击中共在加拿大领土上的外国影响力行动 其中包括中共控制的广播公司 传播虚假信息将撤销其许可证 禁止高级公职人员 包括前总理 在离任后5年内与中共控制的实体签约 撤销从事间谍活动或窃取知识产权的中国公民的签证 加拿大选举委员会的最新分析显示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有200万至300万加拿大人可能选择邮寄投票 在2019年的选举中 只有大约5万名加拿大人通过邮寄投票 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在国外 加拿大选举局首席选举官斯特凡·佩洛表示 由于邮寄选票只有在选举日之后才会被计算 因此可能需要2到5天才能完成计票 关于对邮寄投票安全性的担忧 加拿大选举委员会发言人马修·麦肯纳解释说 加拿大的邮寄投票系统与美国有很大不同 是由中央机构管理的 而且邮寄投票必须由加拿大的选民申请 麦肯纳希望加拿大人对邮寄选票更有信心 西部大学的亚历山大埃塞克斯教授 是网络安全和选举篡改漏洞方面的专家 埃塞克斯认为 在邮寄投票中 买票和送票是可能的 邮寄投票不如亲自投票安全 如果大部分选举是通过邮寄投票完成的 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加拿大选举局向公众保证投票站的安全环境 佩罗说 这些人和你每天在杂货店遇到的人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 投票站是一个受控制的环境 可以更严格的实施安全措施 他还表示 就过去18个月在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举行的选举而言 没有因亲自投票而爆发过疫情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报道 请您点赞和分享 以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继续为您提供重要的大选资讯 下期节目再见